這就是另外一台主機 這個是另外一台主機 就是做那個Foundcast的一台主機 它的功能是三種 等於是你要幫它放過Mixer OK 它就是一個簡單的一個Mixer 來直接做 它是一個錄音座 所以我們可以拿傳記憶卡 然後讓它來隔離合作錄音 那如果我們今天接的這個東西 不是接我們的火機 是接你的手機 所以它一樣就可以做什麼 從手機來做多軌的方式來做直播 所以它這個錄音座 可以給一般的電腦PC 可以給一般的手機來做使用 那背後的接線呢 都是以TypeC為主 那背後上網的方式 可以通過它直接做Foundcast 還有RJ40就是網路口 兩台主機呢 都可以各自做直播的工作 導播機當然可以做一般的串流平台 那這個它就是從一般的弱的這個 所謂的Foundcast的一個錄音 這邊比較重要的第一個是電源 它會有一個這個變壓器 然後把它接入電源 第二個呢是它有一個顯示 各位看到這一個顯示器的部分 那它本身呢是可以有提供 它的顯示器提供4路 mini-DP 三個螢幕不是都長的樣子 第一個 如果像我們現在狀況只接一個 就是一個像Mate View 本來應該講UI 就整個就是Mate View 如果你接第二個呢 它就只會顯示上班路 這當然可以看你自己的setting 設定 那這個是因為我們已經set好的這個長相 等於是把功能全部打開 所以可以看到是長這個樣子 操作畫面跟影像來源畫面 這邊一般在剛開始使用的 最容易就是弄混的 所以這個小小的頭 才是接操作畫面 這個大大的HDMI的頭 才是接攝影機的輸入 OK 它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好 那在這半邊呢 這邊有很多的USB的這些接口 還有網路的接口 這個就是控制介面 譬如說你現在接這個Caster Pro 要接控盤 要接鍵盤 滑鼠 這四樣東西USB 現在看到就這四個通 那只是因為這個Rode的這個Taster 它全部都是Type-C 那主機這邊有唯一的一個Type-C的口 所以它要線就直接接 這個應該是不會接錯 我先講緊急這邊 然後待會再講這邊 所以大家看到這邊就是這樣子接 那如果今天要透過它來做直播上網 就是說今天把它當作一個Messor 透過這個方式來直播上網 那你的網路就要透過這兩個網路孔來接 那你說那兩個網路口有沒有什麼差異性 其實沒有 你想要接哪一個都可以 只是它的內定的概念來講 如果今天我們是一個workstation 或者一個workgroup的概念的話 它可以讓這個接內網 這個接外網 它可以是這樣分開來 就是如果今天我要透過我跟大家說的那個 數位Lata IP的方式 收集NDI訊號進來或者出去 那另一個就可以對這個內部的網路 另外對外部的網路再來做一個區隔 好 再來呢 就介紹一下這個RodeCaster Pro的一個部分 RodeCaster Pro呢 是比較容易來做直接上手的一個設備 但是呢它的接口的方式 跟我們一般傳統的Messor 稍微有點不一樣 大家看到上面都是一些按鈕啊 觸控煙板啊等等 它的真實的接口 跟它的背後 那它的手冊呢 大家上網都可以查得到 它都是電子啊 沒有實際的紙本的手冊 OK 這邊就不用講 這邊就是所謂的三口 就是有那個Complex的方式 就是你用Canon XLR 還是一般的PhoneJack都可以直接插 所以有四個麥克風 或者是Implement 就是樂器啊這些輸入來源 然後這一邊呢 就是所謂的輸出 所以呢在做這個Punkcast的時候 每一個人自己可以用戴耳機 自己聽到別另外四支麥克風的聲音 另外三支麥克風的聲音 跟自己的聲音都可以聽得到 那另外一邊可以接喇叭的輸出 或者是說它的Line-Out 所以這兩個孔呢 是直接傳統類比的輸出 所以呢如果對到我們的機器 我們現在看它轉一下正面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它那一邊 它這一邊的部分呢 其實有六個 也是一樣6.3風Jack的孔 所以如果傳統上 是用這兩個孔的輸出 直接送進它的什麼 輸入LR 就是一樣的封對封 大封對大封的線 直接這樣接 這是傳統類比的一個走法 這樣來走這個耳線的方式 好 那這是耳機 但是因為現在走的是數位的方式 那這個Rode的Testor Pro呢 走的是Multi-Track的方法來做錄製 也就是說 今天如果我想要做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區隔 我想要四軌的聲音 同時做一個錄製 那這個時候呢 必須要透過這邊的Type-C 大家注意到這邊Type-C呢 總共有三個 那我們先看一下 第一個這個Type-C 就是你們的這個最左手邊的這個 紅色按鈕旁邊的這個Type-C 是電源 所以你接的這個東西 如果接的訊號 接給這個就沒有任何的作用 這個是電源 接上去這個 它附著隨附著變壓器 之後呢 打開這個紅色按鈕 它就開啟了 好 再來呢 這邊是個網路口 剛剛說過 如果透過它直接做Podcast的話 可以透過有線的網路來直接接 它也可以透過藍牙 也可以透過Wi-Fi 也可以透過 就是你連的主機的方式 來上網 這些功能都有提供 上面就是SD的一個卡 好 這邊呢來做一個錄音錄製 它錄音的鈕在前方 這邊的按鈕 好 在旁邊呢可以看到 還有兩個Type-C 我先拔掉 還有兩個Type-C 寫著1跟2 大家可以看到這兩個 還有一個連結的一個符號 連結在這個地方 1跟2呢是有優先Priority的一個概念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你要做連接手機 連接主機 或者是要做Multi-Track的多軌錄音的時候 務必要選到1的上面 也就是連到1 才會有錄音、上網、連接主機 Multi-Track等等的功能 如果你連到2 不是不能接 接上去之後就是跟一般的 兩軌的Stereo Mixer 就一樣 但是呢它也不能接手機 也不能提供上網 藍牙要分享或者什麼那些服務 所以主要其實就是依這個符號 看到的位置 接好之後呢 就可以把這個紅色電源Bud 按下去 讓它開機 它算快速 OK 按下去之後呢 等它一下就可以把它開好了 OK OK 引擎這個畫面出來 好 就是這樣跑一個 這個 引擎的Bar OK 確保的主機接上 或主軸接上 其實這個可以先開機 但只是因為 這個機器大家比較少看到 沒有看到 我現在這樣做 寶波機的方程 在這個 類比線 輸入輸出六個孔的上方 這個 變成藍色一圈的燈號的時候 代表你現在已經把它按開機了 但是現在我們接的是USB 那USB呢 就在這個介面上面選裝置 所以我們現在把目光 就移到寶波機的介面這個地方來 介面這個地方 剛剛我們現在打開的是全功能的UI 待會我會跟你講 怎麼創建專案 然後怎麼做一個全功能的UI 從上面到下面呢 這邊第一個就是所有的輸入 跟輸出的方式的一個Monitor 就是所謂的監看螢幕方圍 這個地方就是所有的訊號來源 上面八個是外音訊號 包括HPMI跟NDI 這四個剛剛提過的 四路的Media Player 也就是兩路的影片 兩路的圖片 這邊是輸出 Preview跟Program 綠框紅框就標示 根據中間的這一個Control Panel的部分 就是控制區的部分呢 可以明顯的顯示 讓你知道說 現在播出的是哪一路訊號 那本身在講的一樣 可以做這一個紅框 在哪一個部分也會讓你知道 好現在可以看到播出的是M1 M1 然後Preview的是M2 看到的畫面這些都是虛擬場景 可以已經錄製好DDR的器材 合成好的一個畫面 那我們現場有協助一台攝影機 重新DMI的輸入 好 HDMI的輸入當然就以上跟聲音同步的輸入 好那聲音的部分在哪個地方 下面這個素材的分布區 那我看到四個DDR 也就是四個Media Player 兩個DDR兩個圖片的播放區 在下面的分布 可以在這個地方看到呢 那它有一個OdioMeter 也就是它內建的也有一個數位的Meter 也就是今天如果知道沒有這個 這個什麼 Pro2的這個Caster的話呢 我們把麥克風 直接接這個Mini 它前方也有一組的一個麥克風輸入 那因為我們通常不會就是 自己一個人家跟說話而已 所以它通常就會要提供多軌 所以呢這個會用Caster的方式 Meter這邊的Input 不能對應到上面 就是影像跟聲音呢 是對應 預設值 一二三十個七八 對應就是上面 影像來的一二三十個七八 我說預設值 但是你可以透過自己的設定把它分開來 我們現在做就是這件事情 好 隨便選擇一路 比如說我們現在聲音 畫面來自於Input 4 那我就跳過Input 4 不要去選它 為什麼 因為它有可能會用到 這個攝影機的聲音嘛 收一個這個Nature Sound 就是環境音 那我現在要把Foundcast的聲音 要收進來 直接跳過除了Input 4以外 隨便一路 比如說選擇Input 7 在聲音這個地方我們做選擇 那我們的系統本身呢 就會有這個符號 就是一個Gear 這個系統裡面呢 會出現很多地方都有Gear 有Gear的地方就是 對這個地方功能呢 來做設定 所以會跳出一個 包括一個設定視窗 也是對它的功能 或者是這個使用方式呢 做一個設定 好 這個是對Input 7 音軌的設定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就像是一個 在Nature裡面的 那一個OLED Track 那個Track的Channel 做的一些設定 包含了Porsessing 就是一些是 音效處理還有Rocking 就是以數位Nature來講 就是選擇裡面的設定畫面 好 因為它是立體配置 好 所以你會看到 比如說 就是Nature Channel 1 2啦 那它們這邊會有一個攀 它就是攀手攀 有任何立體應的來做收音 好 那我們現在設定的是 Connection 這個位置 好 那我們剛剛開的順序呢 有點不一樣 所以不見得它可以抓得到 對現在就 現在的狀況就是沒有抓到 什麼意思呢 我們現在 剛才應該是 我這個機器開了之後 才開那個Caster Pro 因為它要開好機後 然後再接到這個導播機 這邊才會出現 那我先講一下這邊的聲音 這邊是解聲音的部分 聲音的部分它可以選擇 就是Sign Silence 就是靜音 讓大家知道 其實把這邊打叉叉去 等於就靜音的意思 再來呢 它可以有Buffer 代表再寫說Buffer Input HP-Mine 由四路來源 比如說我想要第七路的Input 也要收第四路的 這個攝影機的聲音 可以 就等於有多鬼 Mix的概念 也就是說我只有一次麥克風 是機頭麥 可是我可以讓它模擬上 好像環境裡面很多的聲音 很雄厚 那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每一軌都訊錄同樣的聲音 用這個模式 Line In 就是剛剛所說的前方 我們有LR 就是指這個類別的聲音 另外一個有一個麥克風的輸入 就是這個麥克風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呢 還有一個叫做SkyV TX 這是它自己的功能 今天如果我們要做遠方的一個訪問 比如說在這個美國比較流行 就是在東岸西岸 用SkyV的方式來做連線 然後開框啊 然後兩邊來做對話 所以它裡面內建 是可以有兩路的SkyV的方式來做通話 那你跟我說SkyV怎麼進來 它內建的SkyV的這個東西叫TX TX是所謂的這個Caster 就是Program Caster在用的 一般的廣播在用的一個模式 那受訪者或者是打進來的人 其實用手機用電腦 一般的SkyV的型號就可以了 那打的時候呢 不是直接打到打播機 那不然我們在做節目做的 就突然有人插播進來的Line 所以一個Controller 所以作為SkyV的一個TX的Controller 一個Panel 當然這個是一個Free的軟體 在微軟的平台都被免費的下載到 一般都安裝在筆件上面 所以說 所以那個手機 你的手機或者是你原方那個人呢 或者是記者的連線的時候 方向是打到那個SkyV的帳號 打進來之後呢 有那台控制器呢 來做Control 所以控制器跟這個導播器呢 做連線 那連線的方法就是兩個人 只要在同一個區域網路 LocalLang的一個區域網路就可以了 那你那個Control的地方 就會抓到這一台導播機的SkyV的 兩路的方式 你就可以把那個人 Sign in到SkyV的第一路 或者Sign in到SkyV的第二路 那這兩個人可以同時摳進來 可以同時接聽 但是這兩個人呢 的對話或者是跟主播 跟我們同內的這邊對話呢 必須有導播機的音軌 這邊來做控制 所以它會有導體 那MiniX的這個機器呢 它的聲音的輸出其實是有兩軌 我們講兩軌的意思是說 它除了Master的輸出之外 還有一組AX的輸出 就是一樣Double Click兩下 這個Icon 那它自己就會進來 這個呢 它們還在倒數 它自己會進入 那這是我們已經建立好的一個Project 它這邊寫的叫做一個Section 是任務 那我還是把它算一成Project 就是專案任務的方式 進來之後呢有兩個 所以LineManager 它主要會進入Line的環境 好 所以15秒加4秒 加個6秒 大概就是20秒左右 它自己會導入這一個環境 那這個狀態 現在這個狀態 是我們剛才離開最後一次的狀態 所以沒有存檔 就是這個UI的介面沒有存檔 它是保留最後一次狀態的一個方式 好 這個時候我們再來看一下第七路 剛才給大家看花眼時間 大家給每個印象和音符的地方 有哪些東西 好 現在就多出一個東西了 這邊就是沒有變 Silence Buffer HDMI 思路 LineIn Microphone SkyDX 這個後面剛剛都沒有講 這是Text Generator 就Signal Generator 就是一個測試訊號 大家會知道多了一個Microphone 就是這個 這個Microphone就是PAT 就是因為 但是 它的定義對它而言 它不是把它當作一個LineIn的訊號 我們現在選擇的是一個Type-C 所以它不會從這邊進來 我們看一下 它裡面其實有兩個選項 好 大家看到這個型號了 那我們這個狀態裡面是 我們之前安裝的時候 它是我們不需要裝 Windows 11是不需要裝Driver 那如果是Windows 7 就會需要去下載它的Driver 所以看到這邊進來會有一個 Rode Capture Pro 它有一個Rode Pro 的這個 Mean Stereo D4 一般來講就是 我們都選擇下面這一個 就是Stereo Input 的一個方式 那MGP呢 就選擇到了 這個位置 所以 這一路的訊號呢 就會變成 有這個來源 好 那我們現在剛才Microphone呢 已經把它接到Input One上面 我們就把Input One的這一軌的聲音呢 把它推起來 然後這邊呢 這個 除了四軌的這一個部分之外 讓它就會有輸出的一個部分 好 這個就是現在看到它把聲音的一個 音軌來做一個輸出 那我們這邊同步的 第七路的這個訊號 我們看到這邊也會有 訊號來做輸入的部分 好 那你說欸那第三路 為什麼也有 就是上一次開這個專案的時候 第三路呢 我也設定了這件事情 好 第三路我也選擇過這個事情 好 也選擇它 好 怎麼樣 這個點進來這邊 所以它同步的就會有 訊號進來 好 那上 根據上面的這一個 按鈕 你可以隨時的 你想要從哪一軌 把聲音做輸入的方式 都可以 好 這樣子進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我剛剛所說 就會有兩路的輸出 這個是Fone 就是耳機的監聽 所以在這個前方呢 它也有一個耳機的監聽 那這個通常就是分為兩部分 如果今天我們有一個 呃 就是我是 我自己是製作人或主持人 我自己戴耳機聽現場 我就沒辦法聽導播機啦 那今天如果有一個小編或助理 協助我做現場情報的動作 那它就可以透過導播機 這一台的耳機的訊號 或者是它的這兩個 line out的訊號呢 來即時監聽這一個整個 線上直播的一個狀態 好 所以就是這個概念 好 所以這邊就有這個地方 我們來做一個 輸入輸出的一個設定 這邊的搭軌 就是外部的聲音跟影像的 呃 影像的聲音 或者單獨聲音的訊號來源 那這個talkback的方面 Skybee的訊號是剛剛提的 這個就是 在Skybee裡面做溝通 使用的 這邊是兩個DDR 剛剛有說 那個media player 也有兩部播影片的聲音 Sound是另外它單獨會有一個 撤體音樂 像我們在做節目的時候 如果整個節目的調性要統一 可能在短短的15分鐘裡面 裡面要鋪一個音樂 或者客演這個方式 那這個效果代表 導播機的轉場效果 這個用的比較小一點點 但是如果 你們要加一些 在這個Caster Pro 你們要加一些什麼 效果音啊 掌聲啊 笑聲啊等等 那個效果一直在 Caster裡面做 導播機就不是 這個效果是它轉場的效果 OK 好 Section的Sky 也就是一般我們講的Equipment 就是 今天我要用什麼樣的質別 就是 你要用4K啊 怎麼樣來做錄製這件事情 好 這個 這個Section Settings這邊主要是指 你要錄在哪顆硬碟上面啊 那這邊的話就要跟各位講一下 它的硬碟結構 Section Settings主要就是說 如果 這個機器裡面它即便已經內建了兩顆 這才是兩顆 一顆硬碟 就是它裡面有一個M2的硬碟去做 這個 邏輯的一個分波 所以呢它會切出一塊叫C槽 作為作業系統 D槽呢 就作為這個螢幕磁碟 但是呢你們可以透過後面的 USB3.0 另外去接這個 對外接硬碟的方式 原廠是這樣子來做一個設計 好 那你就可以把專案建立在外面 那建立在外面的時候 你整個素材的 匯入、匯出、錄製都會在內配硬碟上面 那內建的硬碟有多大呢 其實也沒有很大 它切割的時候剩下的東西 大概你錄節目 每天錄了三四個小時 影音的都有的話 大概一個禮拜就不下去買 它的目標 你的目標要把它做最高 譬如有可能我錄下來 可能要錄比較高的畫質 要錄到4K 可是我直播的時候呢 我需要錄直播到HD 那你這個時候要選擇專案 就要選擇4K 你才有可能去做 因為在它輸出 或者是在做錄製的時候呢 你可以選擇降轉 但是不能做上升 其實你可以透過選擇4K 然後錄製HD 但是你沒辦法在專案 在HD的專案選擇錄製4K 簡單講這個意思 好 那這些自別的概念 就是在這個下方呢 有比較繁複的 不是 也比較細緻的一些設定 可以根據你需要 那如果你要簡單 就根據上面的方法 直接去按 它比較特殊的就是因為 這個應該講 就是做目前的這個 汛流平台的一個需要 所以它提供了這個選項 就在一樣的自別 不然是4K 然後走進天使機 就是美規的方式 它會選擇一般的 恆式 就是如果我是以YouTube的方法 或者使用的是這個 Facebook的方式 用直立的方法 或IG的方式 它甚至也提供了 所謂的square 就是正方形的一個比例 所以會提供這三種的方式 也就是你整個 從輸入到輸出 都會變成這樣子的一個方法 那第一個你會問我的問題就是說 那如果我攝影機是現在這樣子的狀態 是16.9橫式的拍攝 那如果我選擇正方形的時候 訊號會變成什麼 它會是sneeze 會縮 還是會把它折掉 那我就直接告訴你 它會直接把它裁掉 它會直接feat它的上跟下 也就是上下左右會有個地方 然後根據你的訊號的來源 好 進入這個專案之後呢 這邊左上角就告訴你 現在等專案名稱 還有你的置疊 10805.94P 然後就可以按下LINE Manager的部分呢 就是做管理 管理什麼呢 其實就是一個瀏覽器 就是讓你看到這些裡面的 三大的這個類別 好 機器本身呢 導播機 它把所有的影音素材 就是Media的部分 分為三大類別 就是Clip、Steel跟Audio 這邊有跳過一個Title的原因 是因為它跟Steel是類似的 Clip就是影片 有聲音、有影像、動態的 Steel跟Title呢 就是沒有聲音、單張不會動的 就是照片、字幕、標題 都屬於這個類別 Sound就是沒有畫面 只有聲音 當然聲音就是演技 所以會分為這三大類別 來做設備 好 那我們現在直接看 點入Life Start Production 進入這一個環境之後 各位剛剛看到的那個環境 大家看到我們剛才前面講的那個東西 長得是不太一樣 OK 這就是它初始的一個環境 好 那為什麼長這樣子呢 因為它要前接 兩個這個操作習慣的方式 第一個首先 它這一個作業的這個UI介面 這個實在完全支援所謂的觸控螢幕 也就是說今天我用這個Foundcast的概念 來做直播的時候呢 我也是一樣 我在有一個 22吋或是24吋的一個觸控螢幕 我可以直接在這邊呢 集點直播 就是比如說我現在需要Input 4 你就點它一下 Input 4就直接出去了 我現在是用滑鼠呢 代替那個觸控的一個概念 就是這個時候 所以你不需要控盤 不需要鍵盤 不需要用滑鼠 不用觸控螢幕呢 就可以直接點直接播 那下面呢 還是保留我們的PV 就是傳統的Program Preview的 這個Control Panel 讓各位知道 你現在切出去的到底是哪一路 如果看畫面 直接看著畫面直接切 如果今天要切哪一路的時候呢 可以根據這個方式 可以Review一下你需要這個畫面 譬如說你既然要Review哪一路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用手指 那當然你可以用手指去點這一些地方 譬如說我們現在要點的是 現在沒有加訊的話 一樣把它點到第四路 就是這樣 那在這一個PV的中間這個區塊 這個地方就是Review的畫面 所以剛剛看了 如果我們把這一個 隨便點到別的地方 這邊就會變成黑的 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這樣看到之後就知道說 我剛剛有提過 它的這兩個PP呢 有Program 譬如用一般我們常見的 綠色表示播出OnAir 用紅色表示播出OnAir 用綠色表示現在是 ReviewSafe的一個方式 那它各應到它使用的素材 就是譬如說我現在用到的 Input4是Program 所以呢 這個Program Input4呢 你會看到一個洪荒 好 但是PGM 你會提示你的來源是Input4 那Input4來源也是一個洪荒 好 那如果Preview的東西呢 是一個 一個AX 或者是一個 我們說是一個ME 就是它是一個組合畫面 在這個ME裡面用到的東西呢 也都會變成綠框 也叫Preview的地方 所以現在Preview的ME3 為什麼在DDR1會變這個綠框呢 表示ME3裡面 有取得到DDR的畫面 所以它就會成為一個綠框 就是這個意思 好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問 那我如何回到下面的素材區 這邊就用觸控的方法 或用滑鼠的方式都一樣 可以把它點起來 那首先第一個先叫各位 就是看到這樣子的 反白的一個畫面 不代表就是 這個功能是被Enable的 那我再點它一下呢 它就會縮起來 這就是把Control Panel 完整的縮起來 剩下看到的這個Video 沒有View的Clip的 直接按它 它就出去了 用這樣的方式 好 那如果要把它按出來 就可以了 那在Switcher這個方式的旁邊 還有一個更簡單的 就是Express 就是會計模式 會計模式的意思就是 已經沒有PP了 這就是一個Program 當你要使用畫面的時候 它就直接會出現 綠色紅色交疊的一個 轉場的一個動作 那轉場的地方怎麼設定呢 綠色的轉場就是Dissolve 在這個地方 它會寫 這邊叫CrossFade 就是現在的轉場的方式 那我還是 先把一個素材先丟進去 這樣講起來很奇怪 好 現在播出的是GFX 1 GFX 1 在Media Player裡面 它就是屬於只能播圖片的部分 單張沒有聲音沒有動態的 是字幕或圖片的特性 那這個呢 就把它按它一下 就直接出去了 如果現在我要播的是 所謂Input 4來源 就一樣按它一下 就會直接 那我不要用CrossFade 不用把它點到Cut 就一樣的意思 點它的跟Cut 就是這樣 那你可以看到它就是沒有Tick 那個按鈕 就是你不能直接就直接 用一般我傳統寶寶寶 喜歡直接按Tick 只是看個人使用的習慣 就是從哪一邊銜接過來的 這個沒有陰性規定 但是如果我想要換掉這兩個特效以外 換掉其他特效呢 OK 這邊有兩組的Reset這個地方 你可以自己去加 去設定 然後這邊有浮動的一個 出來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Jir 就是有這個齒輪呢 就有一個設定室傳 我可以設定它的轉場效果 好按下去之後呢 它跳出一個九龍格 你可以看到 預設只是這一個效果 現在是第四個這個效果 所以我選擇它的時候呢 它就不是用Cut跟Plate的方法 它就是用這個效果 它就是會這樣子 用這樣改的方式 那我說過 那這邊可以自己換啊 譬如說我現在換一個比較明顯的 有一個Iris 這個會有 就是會在這個地方 當然這個效果 只會在Program上面 就是這個意思 那如果你想想一點 比較炫一點的 好逆鍵則會有一個比較 一些比較炫的效果喔 剛剛按下齒輪之後 會跳出這個Media Browser 那我剛才是在轉場的這個地方 跳出了這個Media Browser 所以呢它只會適用你在轉場 可以放的東西 第一 所以看這邊的分類 就是在這個轉場的下方呢 這邊有很多分類啊 這邊就不講 它可以自己玩看 是常見的 這邊比較特別就是會有一些 Animation Store 也就是說是動畫轉場 也就是除了一般的轉場效果 透過一張圖來做交疊 遮罩之外 它有一些色彩動畫的方式 比較常用的一個模式 那比如說 我們選擇一個用傳統打板的 就把它換掉 選到第三個 這個時候轉場就換這個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這樣子 來做選擇 就這樣做轉場的一個動作 它是有聲音的啦 所以你可以看它聲音快跳了一下 這樣做的動作 好 那我想說 但另外呢 在這邊 其實它每個可以選九個吧 有九個 那這一跟二呢 可以看到這兩個呢 是不能被選擇 或是置換的 那三到九呢 就可以隨意的 看到你想要的 喜歡的 就可以繼續做 添加 或者是置換 然後選擇好 這邊都只是做選擇 真的要置換 它再按一次 選擇它 這樣就可以做一個置換 它就會有一些效果可以出來 好 這個是轉場的部分 那在Experse Mode的最右邊 這兩個地方呢 就是它會有兩層 Overlay 我們稱的Dancing T DSK的部分 也就是說 今天我要疊加 字啊 或者是疊加 Logo啊 這些東西呢 就可以利用這個動作 好 在首先講這件事情 這兩邊疊加上去之前呢 我們開啟下面的素材的區塊 最下方的區塊 怎麼樣點呢 都一樣 看你想點誰都可以 從這個地方到旁邊 這邊都可以去把它點起來 比如說我想要點的 用Buffer 去點它這裡 等一下 我剛剛有說過 在反白的狀態底下 就是被Enable起來 所以這邊看到的就是 Buffer的功能 這個素材區塊 Buffer呢 總共有15個 在各位這個MiniX上面呢 總共會有10動5進 就是說這15個Buffer 可以讓你在畫面上面呢 常駐來做使用的意思 好 就15個 所以Buffer1到Buffer15 好 那在MiniX比較特別的是 在按鈕上面 在這個 Ctrl Panel這個部分 能看到只有Buffer1到Buffer9 那為什麼沒有到Buffer15呢 一個理由很簡單 就是放一下 因為它為了要滿足這個手指 可以觸碰這個按鈕的方式 所以就把按鈕放大 所以後面的這個地方呢 就放不到10到15 就這個意思 那如果說 那我就是要用到15啊 我就是用到10啊怎麼辦 好沒關係 滑鼠右鍵 在上面呢 直接點它一下 你就可以選擇到它說 我要把它變成Buffer15 好 這個時候可以做一個 安排跟選擇 這是另外一件事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Buffer 可以去怎麼樣去加這個Buffer進去呢 或者它什麼用途 首先第一個講 我們怎麼會用Logo這件事情 好 Logo的圖檔 如果你有靜態的 就可以利用下方這個靜態的部分 來做使用 如果是動態 就可以用上面的動態來做使用 好 那假設我隨便選一個Buffer4 然後呢 現在我想選擇一個動態的 好 我說過按下這個齒輪 或者是這邊是按到加號 這邊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按到加號來加 跳出一個Media Browser 然後呢 這邊呢 它的數量特別分類 有Clip 有影片 Buffer可以放影片 對可以放 只是它有長度的限制 待會我再提 可以放Steel 因為它動態的 一樣可以支援靜態 向下支援 可以放title 它可以放字幕 沒有錯 它可以放一些標題 字幕的樣板 好 再過來就是 Frame Buffer Animation 這邊就會看到動態的Buffer 好 我現在選擇要做一個 Logo的一個動作 好 我現在選擇選一個 當作是Logo來做使用 好 轉一下就把它Load進來 它就是一個動態 你說我看不到它的動態 因為這個地方比較特別 它其實在裡面其實一直在轉 就是在裡面一直來做使用 比如說我現在把這個Input 7 改一下 讓它變成 這個Buffer 好 你看我現在把這個監看視窗 把它改成Buffer 4 你看到這邊的Buffer 4 就是有這個狀態 當你滑球優高移上去看的時候 你沒有看到任何的選項 我想選項是控制項 你沒有讓它播 也沒有讓它停 但是有速度的選項 就是這個地方 有沒有知道這邊寫一個0200 就是兩秒鐘的意思 也就是說這一個動態的東西 它從第一個frame到播到第二個frame 只有兩秒鐘 但是為什麼它是一直loop的呢 就是在設計它的時候 是頭尾設計好 而且給它一個指令叫做loop 所以它就會一直動 它就符合一般的這個動態的logo 那你說 那這個動態的部分呢 它其實是有支援到 最高 最高它支援到500個frame 也就是說 你在這播出的這個狀態底下 這個動態 總共就是最多500個frame 如果你放出影片進去 也是一樣的意思 這影片的張數最多也就是500張 拆解 所以大概就是十幾秒的一個長度 它是最多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限制呢 我們知道在這個DDR跟GFX裡面 它都是DDR Clare 都是播硬碟 隨身碟裡面的檔案 但是Buffer不一樣 它是把它載入到記憶體裡面 所以一旦載入進去之後 它就不斷在執行當中 所以既然是如此 它只有15格的這個數量的限制 而且限制你每一個使用的效能 這樣才不會因為你在Buffer過度使用之後 分享到整個效能下降 所以它是這個音質我限制的 好 把Buffer4載入進去之後 我就會把它疊到畫面上面去了 那我們的習慣通常會把Logo 放在Overlay最上層 在BSK有兩路 然後就把BSK2的部分 加入Buffer4的部分 OK 我們現在做一看 各位了解一下 這邊的動作呢 選擇 它是用下拉式的選單 分類的方法 它其實跟這邊按鈕一樣的意思 就是我BSK呢 要選擇什麼素材 這個地方去選擇 它已經幫你分類好 第一個 Input 1到8 第二個 DDR Clare 大家說的四個 DDR或GFX 再來呢 就是M1 在我們最後選M1 再來呢就是Buffer 1到15 就是這個意思 好我現在選擇的是Buffer 4 所以Buffer 4就出現在這邊了 那怎麼讓它上去呢 就直接把它Take出來 預設值的效果是Fate 那你也可以把它選擇 一樣九公格安出來 用Cut 就直接可以讓它這樣子出來了 好 出來上去之後 畫面會顯示 跟你目前素材原始大小 一模一樣大 那如果如何讓它 調到四切大小的位置呢 好 滑鼠優標一樣移上去 再Preview這個 它自己上面有一個齒文 有齒文就有設定 按進去之後呢 這個地方就出現了 Buffer 4的 在DSK狀態底下裡面的 Position 設定室傳 這邊就是 概念單講一下 我們設定的這個東西 是Buffer 4 但是我不是在Buffer 4上設定 而是在DSK 2裡面設定 就是針對它 因為你有可能這一個Buffer 4 還要用在別的地方嗎 那我是針對DSK 2的這個位置 來做設定 所以從這個地方 按下齒文 對它做設定 可以設定哪些呢 第一個可以做位置的移動 那怎麼移動呢 滑鼠優標移上去 按著這一個 搖桿 像搖桿十字方向鍵 去移動它 那下方這個呢 就是律印尊腦 也就是放大縮小 所以可以直接 這個地方都是支援手指頭 我直接按啊 我現在滑鼠貝本就是指頭的意思 好 直接做縮放 然後移動 就完成了你的Logo 置放的一個方式 那這樣還有rotation 然後這是一顆球啦 rotation就沒有用 螺點分為X軸 Y軸 Z軸的旋轉 是這樣的概念 來做 就把它放上去 它每一路的 應該它每一個Layer 都有這個功能來執行 縮放 位置 跟移動 那這時候有些 會 你們會問我的 我就先講 因為大家這個 人人來 來去去 也會聽到你的頻道 如果今天我剛才做的法 是不是 一下子把它 tag上去了 然後再看著 Program的畫面在移動 對不對 其實這個很不合理 理論上我已經播出去了 然後在這些畫面上面 讓觀眾看到在那邊做這個動作 真的很奇怪 對 好 那怎麼做這件事情呢 當你還沒有tag之前 你的畫面上面要確認好 它在什麼位置 要調到你適切的地方 首先就要把它這個 DSK這個位置的地方 這邊也其實也是個按鈕 按下去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它在音樂的地方出現 在Program是沒有出現的 利用這個方法來操作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 放心大膽的來操作它 輪輪輪到 調到你那樣的位置 這個我換左邊 調好 那如果今天是用鍵盤號碼操作的同仁 大家就可以在這邊 直接做數字的輸入 更精準的對位 因為它這邊 每個都後面都要到小數的兩位 三位 所以你隨便拉的話 大家如果想要定一個 譬如我們這個台標的位置 要固定下來 或今天只要定定下來 你就最好用固定的一個數值 用拉的每次 每個人對都不一樣 就不同 好 確定好這邊之後呢 確定好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把它做Tag的動作 Tag按下面 就這樣 它就直接出去了 就這個動作 好 那如果動作完成之後 我通常習慣 還是會把這個 普遇的動作把它按掉 就讓 普遇用Program同時會出來 讓你知道說這個 Overlay可以上去 好 講一下這個功能 除了普遇的功能 我們比較常用之外 在導播可以常用的另外一個功能 其實是把它當作PP的切換 跟DSK的同時出現 什麼意思呢 那就要回到了 我們剛才講的 要把Express Mode 換到Switcher Mode 好 如果今天是導播有 有通過這個Messor 或者Switcher的部分 我們就要用這個方式來看 比如說我們現在呢 希望在On節目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節目一開場 只是一張圖片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我Logo不用上去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希望呢 我進節目的時候呢 有一個轉場 轉場完了之後呢 就直接把Logo帶進去 所以進現場 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我希望呢 還要把它能夠做一個轉場效果 轉場效果在這邊 我們選擇好 那這個時候呢 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然後這個是開場的一個禁止的 然後一張slogan 或者一張圖 隨便 然後按下這個 有沒有 用這樣的方法 Logo就帶進來 然後 就轉場 那這個Logo好像先跑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Logo這個地方的轉場是什麼 是Cut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 這樣的方法 那你就要把這個轉場呢 就要改掉 改成Besoft 或者其他的一些轉場 好 那這個轉場 預設值的秒數是多少 它是一秒鐘 大家可以看到一下 這邊預設值的秒數呢 是一秒鐘的一個時間 那我這個轉場的時間是多長呢 它這邊寫的就是兩秒多 謝謝